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今天要做什么? 我今天要来做鱿鱼螺若蒜 这是心仪点菜的料理 也是正感的台湾莲菜 大家有没有吃过鱿鱼螺若蒜呢? 甚至以前板斗过年才会出现一道菜 你有没有吃过大山? 我当然有吃过啊 我们现在来看鱿鱼螺若蒜的材料有哪些 鱿鱼螺若蒜、芋头、排骨 排骨跑到这一区了 这个是排骨啦 再来 酱油、蒜头、盐、酒、胡椒、味淋、蛋、胡香粉、素素粉 这一区是腌排骨的材料 就是变成这样子的 我们这里已经先腌好了 首先我要来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 这是 萝卜罐罐头的萝卜 等一下我们要把它吃一餐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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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牛肌 但是牛肌 我们可以把它泡过了 这个泡4小时 然后它的牛肌水 可以等着等着用 再来 这就是萝卜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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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 接下来 削芋头皮 切好了之後我們要來炸蚵仔 啵啵啵可以來放芋頭了 牛皮的蚵仔泡沫 這是冰冷心的蚵仔 妳有業配這個汁了 沒有 芋頭變瘦了之後我們就可以來轉大火起鍋 轉大火是讓人家的油不要甘多火 芋頭放下去 現在要來開火起白骨 歡迎大家來到溜溜的夜市湯 柴骨酥 請我們到三鄉的柴骨酥味 炸好了之後一樣轉大火起鍋 我們剛才從雅琪要回來的時候 我們要來處理魷魚蒜 我們把它外面這一層濕掉 剛才要炒車 妳不喜歡吃炒車喔 不喜歡 說不定那是魷魚的男人味 這是什麼東西 算我們不要斜切喔 因為斜切等一下煮的時候 它就容易啵啵啵啵 它就散開來了 所以切這樣一塊一塊 因為我們剛才有炸排骨酥 還有炸芋頭 雖然我們魷魚就拿來炸 蒜也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的排骨酥是滿邊的 你的芋頭也是滿邊的 那你為了這件事情就來用油 你就可以直接炒一炒就好了 蒜大堆擠過油就好 我們現在要來處理螺肉 要讓螺肉更入味 就要把它切開來 但是不要把它切斷喔 拿出我們的砂鍋 把我們的魷魚水全部都放進來 太重了我放著放 由於水滾了之後 我們這些料要把它炒一炒 放過 OK 好多排骨酥喔 這一定是你的私心 排骨酥好吃 好吃 排骨酥 吃掉了 螺肉一整罐全放 喇喇之後試一下 醬醬 看要放多少的螺肉湯 蠔肉 超好吃的 蠔肉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蠔肉 超好吃的 很鬆 很好吃 感覺我就很想要下面再去吃 它有蠔肉味 還有海鮮的味道 湯喝起來是有豐富的口感 如果牛腸和關聯料的問題 可以像魷魚螺肉蒜一樣 在影片下方留言 就蝴蝶 你很常有蝴蝶 就有機會 那溜溜做給大家看 最後兩天 恭喜一天 明天